山火也嫌贫爱富,加州大火是全世界最有名的火灾。许多明星也不得不加入的加州大逃亡,几乎要变成年年上演的恐怖场景。那些镜头里山火肆虐的惨烈景象,你其实很难分辨它到底是今年的,还是去年的,亦或是前年的。 表面上看,加州大火的成因并不复杂,干旱的季节带来大量枯枝落叶,而许多房屋建在山区、烟头、篝火、电线、车辆故障等人为活动引发火灾。而肆虐的大风,又让火势在瞬间变得一发不可收拾。可问题是,世界上干旱,大风却又直备丰富,人口密集的地方那么多,为什么偏偏就是加州? 在这扑不尽的山火里,若隐若现的,是加州被极度贫富,分化撕开的堂血伤口。只要生活在南加州,你我就不得不明白这种现实有好多个全美国,最有钱的小区坐落在这里。而这些惊人财富的密集群居,也让这些地方极富政治影响力。 去年加州大火后,洛杉矶市消防局副局长如是说,在他牵头起草的一份救灾报告中,披露了一个令人细思极恐的情节。 在起火的初十二十四小时内,消防局接到了数量,极为惊人的选民代表电话。 来自各层级的政治人物,不断地要求我局出动前往众多特定住宅单位,以保护这些指定私人财产的安全。 这些救灾请求,分散了消防任务的注意力,并对救灾指挥造成严重的讯息干扰。 说白了,就是议员们打爆消防局电话,要求给他们走后门,先保护他们家房子。 众所周知,加州的山火,说是野火,实际上何人脱不了干系?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火灾,都由人为活动引起。 而把房屋建在山林里的,大概有两类人,一类是富豪名流。 左拥好莱坞和硅谷的加州,经济繁荣,自然资源丰富,愿意亲近自然风光,却又舍不得远离繁华的富人们,纷纷选择把豪宅建在山上。 Lady Gaga在加州的别墅里养鸡,卡戴山的别墅看起来像一座小镇。 甲骨文董事长十年内在这里买下近三十套房产等等,都是人们茶余饭后的八卦谈资。 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,才让加州大火更加出名。 毕竟,施瓦辛格在山火肆虐时紧急撤离,NBA球星詹姆斯连夜开车找宾馆的报道,远比一个普通人,如何失去自己的住所,要更加吸引眼球。 另外一类,则是被迫迁入山林的穷人和老年人。 在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,加州经济恢复很快,甚至有媒体说,如果加州是一个独立的国家,那么它的GDP超过英国。 排名全球第五,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,是加州高居全美之首的贫困率。 多个研究机构的统计表明,导致贫困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,并非这里的人们收入太低,而是因其高昂的生活成本,特别是住房。 在这里,有近四成人口,正在拼命应付经济上的困境。 于是,高房价将更多穷人赶出市区,他们不得不住进郊区或者山林地区。 大火,往往起源于这些穷人居住的地方,富人别墅是不会起火的,有专门的雇佣工人,修建枯枝败业,有日薪三千美元一人的私人消防队员,还有一个到多个豪华泳池,喷泉。 这样的地方,怎么会着火呢? 更何况,这些区域往往得到特殊照顾,电力公司会把这些区域电线周围,二三十米内的树都砍掉,或者雇用其他的专业公司。 每隔两三年检修一次周围的树枝,即使山火逼近,富豪们可以立刻动用昂贵的私人消防队员保护自己的豪宅。 不少人也的确这样做了。 据报道,卡戴山夫妇有一只私人,消防在他家周边,挖掘了一条巨大的沟渠。 他在山火肆虐时保住了豪宅,也让富有的邻居们也沾了光。 这种消防队又与富人投保的保险公司有关,这一做法招致了排山倒海的批评。 但也许卡戴山是委屈的,因为花钱请消防队,在消防资源私有化的美国,实在是太正常了。 如果火势实在太大,豪宅被毁,也是不打紧的,高昂的保险费会给富人们带来,甚至高出房屋价值的赔偿。 纽约时报报道说,对于那些有保险和经济能力的人来说,重建住宅已经成为某种灾难之后的治疗方式,他们可以建造更加符合心意的新房子。 但是穷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叫消防队是一件太奢侈的事,不仅在加州,在整个美国都是如此。 2010年,因为房主没有提前支付75美元的年费,消防员任由田纳西的一座房子被烧掉。 2013年,亚利桑那一个私人消防队,在灭火后寄给房主2万美元账单。 如果私营的消防队让穷人望而生畏,那么私营的保险公司就更加冷冰冰。 不仅保险费率不断提高,为穷人聚保的情况也时有发生。 没有保险,政府救灾补助总该有吧。 如果你是一个没有登记在系统中的倒霉移民,那也是一分钱也别想领到的。 这并非加州特有的情况,在卡特里纳飓风灾难过后,同样有大量穷人没有领到一分钱。 贷款就更不用想了。受灾的穷人由于缺乏稳定的还款能力,他们往往更难在灾后获得银行贷款。 因此,很多人在房子被烧毁后被迫离开,沦为这个世界上最发达国家里的气候难民。 其中不少是退休老人,但是这些统统不重要。 有人说,每年熊熊燃烧的大火,成了这一地区驱走穷人的一种仪式。 如果说绝大部分的救援力量是私营的,根据市场规律理应朝富人倾斜。 那么社会能否围绕防灾作点是呢?在资本主导的社会运行机制下,很难。 比如维修老旧电线这件小事,对于中国人来说,它真的太过于日常,但离加州却很遥远。 天堂小镇去年11月,发生了美国史上破坏力最强的山火。 其因具信是城市边缘的一处电线杆老化断裂,断掉的电线碰到了周围干枯的树枝。 从一个小小的火星开始,野火一发不可收拾。 这个电线杆属于加州最大的私营公用事业公司Band,然这起山火只是Band造成的事故里最大的一桩。 消防调查人员还发现,2017年最重大的21起火灾中,有18起都与Band设备老旧和电线周围,管理不善的植被有关。 如果这些指控全部成立,Band将面临至少300亿美元的责任成本。 然而事情的结局却是戏剧性的,Band表示自己砸锅卖铁,也凑不起这么多钱。 于是他申请破产了,在此前一天,公司总裁宣布辞职,公司倒闭,老板跑路本一狗血。 但后续的情节更加讽刺,为了让Band不至于走向破产,加州政府表示愿意向Band提供贷款。 明明线路老旧,养护不当是Band自己的错,为什么最后却变成所有用户买单? 为什么政府非但不惩罚Band,反而要通过各种方式帮它续命?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。 比如,当天堂火灾和乌尔西火灾一北一南几乎同时发生,明明巴特县更需要支援,但大量注意力和资源被吸引到灾情明显轻得多,但住满了名人的文图拉县和洛杉矶,而巴特县成了灯下黑。 再比如,明明每个人都知道大量干枯的树木,是形成火灾的直接原因,明明大火每年都让这里的人灰头土脸,狼狈不堪,但那些要求清理树木,防止火灾的法案就是通不过作为美国国内政治博弈最激烈的州。 在选民代表,义正词严的环保理论背后,深藏的是景观受影响,噪音太大,穷人搬进来,会破坏社区环境等诸多算计,以及你支持我就反对的两党议员扯皮。 赫芬顿邮报的一篇专树文章,发出这样的尖锐批评,如果我们不介意避难资源,只向富人开放,那就是已经承认了,这个社会相信富人的生命,比穷人更值钱。 很遗憾,在加州,不管你是否愿意承认,事实很可能就是这样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